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个很好的健康食品 叫做小红莓 英文叫做Cranberry 特别是对尿道感染是很好 可以舒缓尿道感染 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尿道炎呢? 因为有一种细菌叫做大肠钢菌 就进入了尿道 但你这样想,尿道会有尿冲出来 就可以把细菌冲出来 原来这个大肠钢菌 细菌表面有几百只脚 勾住尿道壁,掛在尿道壁 就算尿都冲不出来 但你又这样想 如果吃了抗生素,抗生素一样可以杀死细菌 但又不是整天都杀死,整天都会犯法 原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尿道不是夜四小时都在小便 当没有尿的时候,那些大肠钢菌 那些脚就慢慢爬上尿道 爬到膀胱,就开始有问题了 膀胱很有趣 没有尿的时候就小小的 一有尿就脚大了,小缘便又缩小 那你想,为什么小缘便之后不是扁了 而是缩小 原来膀胱的细胞就叫做乳散细胞 好像收宿骨嬉 那样,细胞的表面可以摺进细胞里面 那就像宿骨嬉那样,越来越小 那没有尿的时候,它就很小 一有尿就脚出来 那如果这个细胞表面有些大肠钢菌 那些小缘便是勾住在这里 那小缘便的细胞表面一摺进去 就将细胞都摺进去细胞里面 那便躲在细胞的接缝里面 那些抗生素都提不到 所以就整天都会翻发 但原来小红梅里面的一种成分 叫做前花青素 因为前花青素是可以剪断细菌的脚 剪断细菌的脚 那这样就算是不吃抗生素 那些尿都可以冲走细菌出来 那所以如果是 你现在是有这个尿度感染的话 你就可以去一些健康食品店 买一些小红梅看顺 外面那些坊间的饮品 通常只有最多最多8%的前花青素 那份量就真的太低了 那如果要真的认真处理 就要去吃一个小红梅提醇 就才有效的 那大概两个月左右 那个尿度盐就会改善了 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果 即是在保健方面是很重要的 叫苹果 苹果有一种物质叫苹果果胶 什么叫苹果果胶 就是人的细胞有细胞膜 但植物的细胞除了细胞膜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细胞壁 即是一个壳 在苹果的细胞壁上面 就有一种物质叫Pactin 叫苹果果胶 当你吃了苹果 苹果果胶去到大腸 大腸本来就有很多细菌 有10万亿以上的细菌 那么多细菌就会消化苹果果胶 消化成一种物质叫丁酸炎 丁酸炎就在大腸上吸收了 就会去到脑 令到脑的生型细胞 抑制的生型细胞里面的酵素叫做HDAC 抑制之后 生型细胞就可以做到一种物质叫做BDNF 叫做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叫做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这个BDNF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脑子做不到足够的BDNF 人的情绪就会有波动 譬如有些害怕、焦虑、担心、抑鬱 或者是很躁狂 即是想骂人、打人、发脾气 就是因为不够BDNF 所以如果能够多些BDNF 人就会有平常心 不够BDNF 还有一个问题 就会影响记忆 原来BDNF是必需要有的 才可以有短暂和长久的记忆 有些小朋友考试得不好 他回到去很委屈 他跟他妈妈说 我真的有毒 不过我考不出 因为他读的时候 那是一种短暂的记忆 他睡一觉到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他短暂的记忆 转变不到长久的记忆 他就考不出来 所以考试之前 读书、温习、功课的时候 如果是吃苹果过胶 是可以增强记性的 那这个苹果过胶 还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防癌 比如说鼻衣癌 这个研究 就是香港大学医学院 马丽医院那些医生 是发现出来的 鼻衣癌 就是一种病毒引起 叫做EBV 这个病毒 就会传染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 就有一个细胞核 有些叫做细胞质 一个细胞 就像一只鸡蛋 鸡蛋黄就是细胞核 鸡蛋白叫做细胞质 这个病毒 有两种方法 去传染细胞 要么就直接走到细胞核 入了细胞核 他就很懒惰 他就勾住在人的遗传物质 在DNA上面 当人要复制他的DNA 就顺便复制他 他就像坐细胞车 这样 他就会刺激细胞 会不停地增生 这个就变成鼻衣癌 但如果这个病毒 不是走入细胞核 而是走入细胞质 即是鸡蛋白的地方 他就没有办法 他就要自己复制自己 越来越多的时候 太多病毒就会谷爆了细胞 谷爆了细胞 那些病毒就去到血里面 所以血的免疫系统 就去消灭那些病毒 如果可以令到在细胞核里面 那些潜伏细胞核里面 那些病毒是可以趕他出来 趕他去到细胞质 那些病毒 那些病毒 那些病毒就被迫在细胞质里面 就不停繁殖 于是就谷爆了细胞 这次谷爆的是癌细胞 有什么可以趕走病毒 将它由睡觉 在细胞核 将它趕出细胞质 这是苹果国家引出来的丁酸炎 因为丁酸炎可以抑制一个HDAC 抑制了HDAC 潜伏在细胞核里面的病毒 没有办法就要走出来 苹果国家有第三个好处 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令到肠肠会愚动 肠肠有两种肌肉 一种是躺躺夹围在肠 当肌肉一收缩 肠就好像捞小了 收缩了 另一种肌肉就是沿着肠 肌肉一收缩 肠就接密 我们接密 如果圆形肌肉和长形肌肉同时收缩 我们叫做愚动 如果肠能够愚动 就像枝牙膏 肠能够将肺物推出 可以改善便秘的问题 苹果国家可以令大肠的愚动 所以苹果有这么多好处 可以令你记性好些 心情好些 又可以防癌 又可以处理便秘的问题 今天跟大家讲有关香蕉 香蕉是一个可以吃得饱的水果 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起码没有脂肪 所以吃香蕉就很难吃得肥 香蕉又有蛋白质 不过香蕉就有很多一种物质 叫做多巴胺 叫做Dopamine 多巴胺本来就是一种叫做神经传道物 在脑里面的时候 多巴胺就会令到一个人会很开心 但如果你吃这个多巴胺 除非你吃很多三四条香蕉 一般来说多巴胺就过不了我们的血脑屏障 血脑屏障 就是说有一个入了血管 入了脑的血管 那些血管壁是比较特别的构造 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入得到脑 这个多巴胺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或者说它好都可以 因为它可以衍生很多养油离基 那些养油离基就会弄伤皮肤的黑色素细胞 叫做Menendocytes 于是就会容易有一个问题 叫做白色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令到制造黑色素细胞 令到细胞会凋亡 所以做不到新的黑色素 皮肤就会有白色 还有就是这个香脂里面有很多 一种矿物质叫做甲 金字边一个甲乙丁的甲 英文叫做Protassium 那这个甲和另一种金属 矿物质叫做钠 是对神经系统对心臟都很重要 如果现在有太多的甲 就会干扰了心肌的活动 所以吃得太多香蕉 如果有人有心脏病的话 心理不正就不适宜吃那么多香蕉 还有我们的神在过滤血液的时候 就会把很多的水都会过滤出来 于是一个神就将过滤出来的水 要送入血管 送入血管 就用这个钠 是经过渗透作用 在腎小管那里 让腎小管回收那些钠 那些酸 太多的钠 就会扯入那些水分 扯入细胞里面 就可以回收回血管 但如果现在血液里面有很多的钠 很多的Protestium 就会干扰了水分回收 结果容易会有脚种的问题 所以香蕉就不适宜吃很多 一般营养师都会建议 一天吃半条香蕉就可以了 半条香蕉就有足脚的钠 因为如果不够钠 脚就容易抽筋 所以如果你一起床就会抽筋 吃半条香蕉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现在脚已经腫了 即是太多了 那怎样去清理太多的钠 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甘草 甘草是中药 你在药厂店买10元的甘草 它就将甘草切成一片片 譬如喝点热喝的时候 一杯茶或者是热巧克力 找一片甘草 就当是匙巾 但那些热的茶 就融化了甘草里面的甘草素 这个甘草素就可以排出血量太多的甲 所以不够甲也不行 太多也不行 很多人说柠檬可以排毒 如果有人跟我说 某一样东西可以排毒 我就会问他 排什么出来 所谓排毒 就是说 将物质由A排到B 既然你知道它由A排到B 你当然知道是什么物质 你才可以跟踪它 所以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排出什么 那些是什么毒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排毒这个字 有时候用到濫了 什么都是排毒 如果你问他排什么毒 就会问他口啞啞 在这里 譬如说有些人说 膽石也是一种毒 膽石就是一大堆的膽固醇 就好像一些人 它里面有很多尿酸 尿酸沉淀出来 就变成痛风 这个也是 当膽固醇太多沉淀出来 就变成膽石 那怎么可以减少些膽石呢 我们的小肠在消化脂肪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膽分泌 一些膽汁出来 因为膽汁叫做膽酸 Bio Acid 那当那些膽酸 帮助小肠消化好些脂肪之后 那小肠会将那些膽酸吸进去 下次再要消化就将它拿出来用 但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 可以令到小肠 可以令到小肠吸掉 一些膽酸 好像一块海绵 吸走那些膽酸 那当小肠下一次需要消化脂肪的时候 膽就被迫要做一些新的膽酸出来 在哪里取材料呢 就在膽石那里刮一些膽固醇出来 就变成膽酸 那用一个方法呢 就可以减少那些膽酸 那有什么方法去吸走那些小肠的膽酸呢 就是苹果果胶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叫那些膽呢 就不停地做多些膽酸出来 那就是这个 柠檬里面的Limony 就可以刺激那些膽呢 是将那些膽石里面的膽固醇 就转成膽酸 所以下一次你喝完一杯柠檬水 或者一个领茶 剩下几片柠檬呢 其实可以慢慢慢慢吃掉那些柠檬皮去的 因为柠檬皮里面的Limony 是会有很多种的保健作用的 今天呢 要讲热情果可以预防心律不正的 未讲心律不正之前呢 就要先介绍一个概念呢 就叫做逢隙连接 英文叫做Gap Junction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原来身体的细胞和细胞之间呢 就是有些门的 可以打得开的 其实应该正确来说 那些管道 就好像天宫一号和神周十号 连接那时有些管道 每个细胞就有一半的管道 那两个细胞一粘在一起 就可以连接到 即是说夹细胞可以送一些东西 经过管道送入月细胞 我们的心脏就有 上面就有心房 下面有心室 心房和心室之间 就有一组心反 那心室那些血 就离开的心室 去到大动物或者肺动物 都有另一组心反 那这两组的心反 就那个开合 要配合得非常之天衣无缝的 譬如说当一组心反 关闭的时候 另一组心反就要打开 相反呢 当一组心反 打开另一组心反 关闭 那怎么可以控制到 这个两组心反 一开一合 是要这么准确呢 就有一道电流 这个电流呢 就是一个结构 叫做SA nodes 这个电流呢 就是经过 世邦和世邦之间那些 叫做缝隙连接 Gap junction 就穿舟过散呢 就可以很快去 就由心房到心室 那所以呢 如果这个缝隙连接 是受了伤 或者出了障碍呢 那就会出现心力不正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受伤呢 就是因为 有些叫做氧油尼基 氧油尼基 叫做Radical 叫Oxygen Radical 这些氧油尼基 就会伤害于逢区连接 那热情果里面 一种物质 叫做PC Ateno 叫做热情果素 原来呢 就可以中和一些氧油尼基 那就可以防止 有一个心力不正的问题 今天呢 就讲的题目 就叫做黄斗 好 那黄斗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保健作用 那第一个作用呢 就是可以补水 就是令到皮肤没有那么干 那原来呢 皮肤下面呢 有一种物质叫做透明质酸 英文呢 叫做Hialuronic Exit 那如果太阳下面做事 或者工作得太久呢 那太阳的紫外线呢 就会刺激皮肤的角質细胞 就会分别一种酵素呢 就将那个透明质酸呢 就会消化了 那消化了之后呢 就锁不了那些水 那皮肤就会很干的 那黄斗里面的那个叫做金着二黄酮的一种成分呢 叫Janestine呢 它就可以令到皮肤呢 是做多一些透明质酸 那就可以很快速呢 大概 如果你早晚一刻的金着二黄酮呢 就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呢 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了 那这个金着二黄酮呢 还可以抗癌的 那这个金着二黄酮呢 就是植物的痴激素来的 那坊间呢 有很多人呢 就有个这样的错的概念呢 他就说凡是痴激素呢 都会令到 譬如说乳腺呢 就会癌变的 那其实不是的 乳腺细胞呢 有两种的痴激素的接受体 一个呢 叫做甲型的 叫做α 一个呢 叫做月形的叫β 那所有的动物的痴激素呢 就可以黏在甲型的接受体呢 就会令到细胞会增生的 但是月形的痴激素呢 静米的痴激素呢 就可以黏在有月形的接受体呢 就细胞不会增生的 那其实呢 就是 有一个研究呢 就是美国 华盛顿DC 一间大学 叫Georgetown University 那他就发现呢 原来这个金着月黄酮呢 就可以 减少那个甲型痴激素的接受体 那就可以防止那个 防止于线癌变的 所以呢 食黄豆呢 是没有问题 尤其事实上呢 还是食黄豆制品多的那些比丘尼呢 就是最少有乳癌的一些人来的 今天呢就要讲 芒果的好处 那芒果呢 就可以舒缓糖尿病的 那糖尿病呢 就 因为身体的血里面很多葡萄糖 那医生呢 就会跟病人说 你以后呢 就要吃少些粥粉面饭 少些淀粉质 那淀粉质是什么呢 那淀粉质就是一连串的葡萄糖 就是由20到200个葡萄糖 就串在一起 就叫做淀粉质 那当你吃了一些米饭 那些淀粉质呢 那小肠呢 就用两个酵素去分解这个淀粉质 那第一个酵素呢 就将一连串的葡萄糖呢 就切成两个两个 叫做酱糖 那但酱糖呢 身体就不会吸收的 那小肠不会吸收的 小肠呢 就用另外一个酵素呢 叫做Alpha Glucosidase 就将那些酱糖呢 就变成丹糖 丹糖呢 就叫做葡萄糖 那但是呢 原来 芒果里面呢 那种成分呢 就可以抑制 可以抑制那个 消化酱糖的酵素 那结果呢 就是 甜的东西呢 就吃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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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就没有吸收到 那就可以 就是 有限度的 可以吃一些甜品 那还有啊 那 那当小肠呢 在吸收葡萄糖的时候呢 那小肠呢 就会同时呢 就会分泌一种蛋白质 一种很小的蛋白质 叫做GLP-1 这个GLP-1呢 就会经过血液 就去到个胰 就刺激个胰 就分泌胰岛素 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呢 就吸收葡萄糖 一方面呢 就令我多些胰岛素 分泌多些胰岛素 可以帮助身体 处理那些 血里面的葡萄糖 但是呢 这个GLP-1呢 就很快就被一个酵素 叫做DPP-4 是会廢了去的 那现在真的有一种药呢 一种新的糖尿病药呢 就是要廢了DPP-4 就令到GLP-1 可以死里逃生 就可以令到 二分泌多些胰岛素 那如果你不想吃药的话 吃芒果就可以了 因为芒果呢 那里面的一种成分呢 叫做蛇麻醇脂 因为蛇麻醇脂呢 可以抑制DPP-4 第三个作用呢 很多肥胖的人呢 就容易有糖尿病的 因为那些脂肪细胞 就会分别作物质 叫做TNF 因为TNF呢 就会令到那个肌肉细胞呢 没有办法可以得到 这个胰岛素的作用 那因为呢 就是有一个酵素呢 叫做PTP-1B 因为PTP-1B呢 就令到肌肉细胞呢 就根本就不会有 这个胰岛素的接受体 放在表面 那就算这个胰岛素呢 它都没有办法是 处理了肌肉细胞 没有办法吸收 没有办法将那些葡萄糖的接受体 可以搬上去细胞表面 这个胰果里面的蛇麻醇脂呢 就可以抑制PTP-1B 就可以舒缓了这类 这个情况呢 就叫做胰岛素抗拒 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好呢 有三重的作用呢 可以处理帮助身体 可以处理葡萄糖的 这个蛇麻醇脂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令到 很多癌细胞呢 会凋亡的 譬如说 疑状癌细胞 譬如说 那个胆囊的细胞呢 或者是前列腺的细胞呢 都会在这个作用 这个叫做蛇麻醇脂的作用之下呢 就会自己消灭自己 即是自己的细胞的细胞 就会裂成碎片 这个癌细胞就会溶化了 在1998年呢 有一个学者呢 叫做Robert Ferchgott 这个人呢 他就研究一种气体 这个气体呢 叫做一氧化氮 英文的叫做Nitric Oxide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个气体呢 是跟那个血压很有关系的 那么当时呢 很多人就笑他 他说怎样可能呢 因为这些气体一被细胞 就分泌出来之后呢 那些气体就周围去的啦 散到周围都是 怎样可能可以针对性 可以舒缓那个血管的平滑肌呢 不过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Robert Ferchgott 就没有理会那么多呢 就自己埋头研究 那后来呢 他在1998年呢 就得到諾贝尔奖了 就是表承他这方面的成就 原来是怎样呢 就是血管最里面那一层的细胞呢 叫做内皮细胞 内皮细胞后面呢 就是血管的平滑肌 那内皮细胞呢 就会分泌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呢 就可以令到这个平滑肌呢 一氧化氮呢 就活跃的 这个氧化氮呢 就会将一种物质呢 叫做GTP 就转成一种物质呢 叫做CGMP 那原来这个CGMP呢 就可以令到平滑肌放松的 那当时呢 就有一间药厂呢 在美国的 那他就这样想了 他说如果是一个气体的话 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有 譬如说肺的肺动物 那个血压很高的话呢 那如果给他闻这些气体的话 那他就可以令到那些肺动物 那些血管呢 就舒张了 那血压就降低下来 那于是他就 这间药厂呢 就发明了一只药呢 叫做Sedenofil 这个Sedenofil 就是本来呢 那个用东西呢 就是要舒张肺动物的高压的一个用途 但是当这个药厂在那里 在那里浪床测试的时候呢 就发觉原来那些男性病人呢 就用着这个药压的时候呢 就原来他那个药具呢 就硬了 那原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药呢 又令到那些血管呢 是会舒张的 包括了 那样具那些血管 那于是 那样具就充血了 那便很自然呢 就硬了 那这个药厂呢 那呢就趕快呢 就申请你一个专利 就是将这个血压药呢 就用来做一个 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只药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叫做性功能障碍的药 那现在呢 就很多人都听见过的 那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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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名声呢 就不方便在那里讲 不过 应该大家都知道的 那 那 那这个是药来的嘛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 或者不用吃药呢 那 原来呢 在西瓜的西瓜皮 就是你吃完西瓜 红色的部分 就吃完了了 那就剩下白色那一段呢 很硬的嘛 很多人呢 就会扔掉它 那我现在就建议你 不要扔掉它 就将那些白色的批下来 那这么硬 那怎么吃呢 就 譬如说你将那些白色部分呢 就刨丝 就好像越南人做那些 那些青木瓜那些沙律那样 那样 为什麽呢 因为这个部分呢 就有一种物质呢 叫做瓜胺酸 英文叫citrulline 因为瓜胺酸呢 原来呢 可以给血管的内皮细胞呢 可以转成一样化淡 那转成一样化淡 就可以令到 那个血管舒张 那有些血管都很重要的 譬如说 羊具里面的血管一舒张呢 那羊具就冲血了 那冲血就可以坚挺了 今天呢 就是要讲一个水果 叫做木瓜 原来呢 木瓜呢很好 它有起码四种 很保健的成分呢 是可以帮到 譬如说 身体可以做多些血啊 可以是保护眼睛 那样 那样 原来呢 就是製造血液呢 需要一种东西叫做液酸 叫做folic exit 那样 木瓜呢 就有这种液酸 所以 譬如说 一些人妇 它可以真的吃多些木瓜 可以帮助它做多些血 那木瓜的另一种成分呢 就叫做叶黄素 叶黄素 英文叫lutein 每一次有些光线射入眼睛 特别是蓝色的光线 它的光线呢 就投射到视网末的时候 它会令到视网末的细胞 做一些养油离基 这些养油离基 会伤害眼睛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有些抗氧化的方法 去中和那些养油离基 但是呢 我们眼睛有个很特别的结构 叫做视网末血管屏障 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说入就入 是 譬如说 白血球就入不到眼睛 有什么抗氧化成分 可以入到眼睛 就叫叶黄素 木瓜就有叶黄素 木瓜第三样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消化的酵素 叫做pap pain 很多的松肉粉 其实呢 松肉的那个机制 就是用木瓜的pap pain 什么叫松肉呢 就将那些蛋白质就剪断它 你可以是用梳打粉去拿它 或者不用梳打粉 有些人就将一些木瓜肉 就用搅拌机搞碎它 然后呢 就将它就 搭在那些牛扒上面 于是那个天然的pap pain 就会将牛扒那些蛋白质 就会剪断一折折 那牛扒就会軟很多 就是没有那么硬 那木瓜第三 第四样东西 都是很好的 就是很多维他命C 讲到维他命C 就是 有些中医就说维他命C 就是水果 中医就说水果就很寒 那 那为什么水果会寒呢 就是因为水果有维他命C 那为什么维他命C和韩扯上关系呢 原来就是我们细胞表面 就细胞膜那里 就有一种通道 一个channel 一个通道 叫做CFTR 这个通道就是香港大学校长 徐立芝发现 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那原来细胞就透过这个通道 就将一些大负电的物质叫做绿 就将它推出细胞 那细胞本来里面 就有正电和负电的物质 是一样那么多的 那现在这个CFTR的通道 就将一些负电物质 推出细胞 那细胞里面的正电物质 就相对多了 那于是细胞为了要平衡 平衡正负电 就在另一个通道 叫做蜡 Sodium的通道 就将一些带正电的蜡 就推出细胞 好了 那现在细胞里面 就正负电平衡 但是细胞外面 就多了一些大负电的绿 和大正电的蜡 Sodium chloride 绿化蜡 这个就是盐 这个意思是食盐 那当细胞外面有盐 那便会引出一个叫做渗透作用 那些水就在细胞里面 就走出细胞外面 那所以你吃了些木瓜 那大肠的细胞 就会分泌一些水分 那大肠的水多了 那便容易所谓吐 所以吃了水果之后 就譬如有些人说 吃水果可以帮助大便 因为有些人的大便 那些肺物很干很硬 那有些水便容易吐出来 有些人他伤风的时候 医生中医就说 你千万不要吃水果 因为喝汗 那其实就是维他命C 就令到你的喉咙里面的细胞 就会分泌多些水 那本来已经是 口水鼻涕 很多东西 很多分泌 现在再多些水便会发觉 不知道会否令到问题更加恶化 那其实只不过维他命C 在作用着 那维他命C 这方面可以帮助细胞分泌水分 但维他命C 就可以巩固微脂血管 有些人他经常流鼻血 就是因为微脂血管 不健康 那维他命C 可以巩固微脂血管 里面的胶原蛋白 令到血管不太容易烂 那这些就是无关的好处 今天就教你一个方法 是如何可以睡得软一点 那方法就是叫做蕃茄 让我解释一下 原来脑有一个组织叫做蟲果体 英文叫做Penil Body 蟲果体就会分别一种物质 叫做褪黑激素 叫做Melatonin 褪黑激素 就是令到一个人可以睡得软一点 那譬如说你的脑子做不到足够的褪黑激素 那你当然就睡两个钟头就会醒了 那在这里呢 市面就有一些产品叫做褪黑激素 但呢 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去买来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褪黑激素 它的份量是相当高的 是三个Mg 一个Mg 叫做蕪黑 那么三个Mg 就是三个蕪黑 那么一个蕪黑呢 就一千个微黑 叫Microgram 一个微黑呢 就一千个蜡黑 叫Nanogram 就是说市面上那些 三个蕪黑的褪黑激素呢 就其实是三百万个蜡黑的 但是你的脑子呢 其实只需要三十个蜡黑呢 就分得着了 就是说你现在呢 一吃了一粒呢 你是十万倍那么多的一个蜡黑激素 多得太了 多得太呢 就影响了脑子 以后不做了 他觉得外面有那么多 血润有那么多 我需要什么再做呢 反而以后你们真的要 依靠蜡黑激素 那么我们呢 怎么可以得到一些天然的蜡黑激素 而仅仅够你可以睡一晚呢 就是这个蕪黑了 因为蕪黑里面呢 就有很少蜡黑激素 只有三十到五十个蜡黑 那就仅仅够你睡一晚 那么你就 第二天你又可以 又喝些番茄汁 多少番茄汁呢 就100%的那些番茄汁 喝半杯 半杯譬如说是160ml 大概是半罐可乐那么多 半罐汽水那么多 那么多呢 就可以够了 那你睡觉之前呢 就慢慢慢慢喝个半杯的 100%的番茄汁 那十分钟 十五分钟之后呢 就容易入睡 十五分钟之后呢 就可以睡得很软的 那要讲呢 就是有一个健康食品呢 可以帮助你清理那些胃气 那很多人呢 就吃完饭之后呢 觉得胃好脹啊 或者要割很多气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胃气呢 我猜呢 我猜呢 我猜那些胃气呢 就不是那些风呢 就吹入肚皮 再吹入胃壁 就留在胃里面 基本上呢 我们的皮肤呢 是那些风呢 是吹不过的 如果吹得过的话呢 那皮肤下面的血管呢 就有很多气泡的了 那好了 那如果那些胃气 不是吹进去的 那应该有个机制是做出来的 那这个机制呢 在逻辑上呢 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就是这个胃 一就是跟胃有关的 物质呢 这些胃气呢 那机制呢 就跟胃无关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胃的 那如果那些胃天生 是懂得做气的话 那那便各个人都有胃气 那现在又不是了 那好了 那如果那些胃气 不是胃做的 那当然就是一些 另类一些物质做的 那另类的物质 它能够做到一些气呢 应该就是有生命的了 那就是说 那现在你的胃呢 是有些东西呢 是住在胃里面 就帮忙做些气 但是你想 为了胃酸 那胃酸 那胃酸可以拿死那些 那些活的东西 那现在 那现在 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不怕胃酸的 可以住在胃里面 也都可以做很多气呢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叫做幽默狼旋菌 因为幽默狼旋菌 它就是勾住胃壁那里 那所以会刺激胃壁 整天都肥味胃酸 所以有胃气的人 胃酸都会多些 那好了 那如果我们能够 可以在吃饭之前 15分钟 弄掉了勾住胃壁的 幽默狼旋菌 那15分钟之后 你的饭送去到胃呢 胃就开始消化了 那消化的时候 就将脱掉的细菌和饭送 就好像搓面粉 搓一堆 就可以将那些 幽默狼旋菌 排出体外 那那个健康食品 就叫做黑加林子 黑加林子 就可以令到 幽默狼旋菌 就不能够贴入胃壁那里 那还有 黑加林子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对付流感 那 如果你想预防流感 你每天就 吃一个茶匙的黑加林子提唇 就可以令到流感病毒 就没有办法黏住了 你的细胞表面 那既然黏不住 亦都不会传染到细胞 所以就是有胃气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用黑加林子提唇 去清除胃气 如果是没有胃气 都可以用黑加林子提唇 去预防流感 每一个细胞都有些生物电池 是储存的能量 那储存了三份能量的电池 叫做ATP 那当一个人做运动 用这样的能量 剩下两份 电池叫做ADP 再做多运动 用剩下一份能量 电池叫做AMP 如果这份能量都用了 细胞就死了 所以当细胞的能量储备 去到谷底 只剩下一份AMP 就会有一个酵素 就会激动了 会激起 这个酵素叫做AMP激煤 英文叫做AMP kinase AMP kinase 就要开源截流 就是要找多些能量回来 比如说如果细胞外面有很多葡萄糖 葡萄糖是能量的 含有能量的物质 这样AMP激煤 就会安排多些葡萄糖 接受体 就将葡萄糖拖入细胞里面 如果细胞里面有很多脂肪 脂肪都是高能量物质 这样AMP激煤 就会叫细胞消化脂肪 成为能量 于是如果有脂肪肝的问题 就可以做多些运动 就可以消除脂肪肝 或者可以用一些健康食品 去提升AMP kinase 那么有什么健康食品 可以提升到 就是在丁香 丁香一种花 丁香里面一种成分 叫做丁香醇 丁香醇的英文名叫做Eugeno E-U-G-E-N-O-L 丁香醇可以提升NPK 提升后 就可以处理脂肪肝 那要吃多少份量呢 就是比如说如果 早上吃一克 丁香醇 夜晚又吃一克 就是十二个钟头 每十二个钟头吃一克 一日吃两克 大概两个月左右 就可以消除脂肪肝 那这个丁香醇呢 其实有很多好处 譬如说它可以对付病毒的Virus 可以对付细菌Bacteria 可以对付真菌Fungus 有一个病就叫做菲芝 菲芝就是一种病毒 叫做抛肾病毒 叫Herpes simplex virus 原来丁香醇 就可以对付菲芝的病毒 可以用棉花棒 点一点丁香醇 那些粉就这样点到菲芝上面 就可以消掉菲芝去 这个丁香醇 有一个杀菌的作用 杀细菌 譬如什么细菌呢 譬如说 感染皮肤的金黄葡萄球菌 叫Staphylococcus aureus 感染尿道的大肠钢菌 叫做SGVKI coli 感染上呼吸道的细菌 喉龙发炎 叫Pseudomonas aeruginosa 感染肺炎的菲菌 不是肺炎的菌 就叫做Clebsiella pneumonia 丁香醇可以对付真菌 什么真菌呢 感染膩膜 口的膩膜 或者是阴道膩膜 那些脸猪菌 感染皮肤 令到你有香港脚的 那些真菌 叫Dermetophytes 还有就是 有些老人家很容易肺肺会发炎 是因为家里有很多毛菌 这些毛菌就进了肺 毛菌叫做Aspergillus 那很多医生是束手无策的 因为没有什么特效药 是可以对付这个毛菌 但是这个丁香醇 就可以杀死这个毛菌 那丁香醇 就不只是丁香醇有的 譬如说紫蘇 有叫做九层塔 都有这个丁香醇 还有就是有一种香料 叫做Sage 叫做树尾草 里面都可以提传到这个丁香醇 今天要讲一个不算是水果 不过有人吃的 叫做芦荟 英文叫Aloe Vera 那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健作用 就是很多食物都没有这个作用 很多药都做不到 就是防止癌细胞扩散 如果一个癌 如果它是在一种地方生长 那问题就一点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个癌长大了就割了它 割不完又长大了就割了它 好像我们经常都要剪指甲 指甲长了就剪了它 一点都不稀奇 但是如果癌是散到周围也是 问题就麻烦了很多 那为什么癌细胞会抗散呢 抗散叫做Metastasis 就是因为有一个蛋白质 是令到方便我癌抗散的 蛋白质叫做Beta-Catenin 中文名叫做月形连接素 如果我们能够抑制到月形连接素 Beta-Catenin 基本上就可以令到癌抗散不了 那有什么可以抑制月形连接素 就是奴匯里面的奴匯数 Emodin 所以如果大家例示 你知道自己有癌 或者你知道家亲戚朋友有癌 你可以建议他们吃些挪胃 挪胃素还有另一个好处 这次令到小肠会愚动 什么叫做愚动呢 愚动就是包括两组肌肉 肠有一种肌肉叫做Circular Muscle 就是躺躺固围着肠 当这种圆形肌肉一收缩 那种肠又便收窄便收窄了 那另一种肌肉叫做longitudinal Muscle 就是长型肌肉 即是圆esar的腸 当这种肌肉一收缩 腸便牘迭积了 当圆形和长形肌肉一次收缩 便语tt 就如同似枝胛 就是将肺脉上移 有些人說大便又乾又硬 每次大願便都會損,有些血 有什麼方法令大便不太乾呢? 就是用盧迴素 因為小腸負責吸收水分 譬如食物裡面一定有很多水分 如果喝碗湯更加有水分 如果盧迴素令小腸愚動 就會將水分推到大腸 大腸就多了些水 不會有乾又硬的大便問題 如果有些人說 我三、四天才可以去一次大便 這個盧迴素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成怎樣呢? 如果你晚上睡覺前 吃一個茶匙 一個茶匙一刻的盧迴素 你睡醒了之後 到第二天早上 你就會有個便意 而就可以用四個字去形容 就是真鮮勇喉的出來 是很靈的 真是八視八靈 如果你有便秘 我會建議你用盧迴素 將粟便便排出來 今天要講的是膀胱癌 膀胱癌的成因有五、六十個百分之 是因為吸煙 或者吃了一些痣癌的物質 但通常一些痣癌的物質 在身體裡面 譬如說在血裡面流動 但當痣癌物質 儲存在膀胱裡 等還未去小便時 痣癌物質就會影響膀胱 影響幾個小時 那時候就會令到細胞容易癌變 譬如說有些人吃煙 或者是有些化物品的工廠 或者是一些電機的地方 很多機油 很多空氣裡面 尼慢著很多這些化物品 吸一下吸一下 慢慢慢慢被血液溶在血裡面 經過神過濾血液 把肺物過濾出來 之後就去到膀胱 膀胱經常接觸肺物 就會慢慢出現細胞癌變 癌細胞是一種細胞 需要特別多的能量 因為它不停地增生 怎樣可以供應它這麼多能量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酵素 叫做ATP-Citrate Liase 這個東西可以製作多些能量出來 在脂肪上可以製作多些能量出來 如果我們能夠抑制到這個酵素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 讓它拉著它的腳 讓它沒有辦法可以增生 癌細胞它就決定要增生 但你卻不給它那麼多能量 那它怎麼辦呢 它就會將細胞裡面 一些不太重要的物質 就將它消化了變成能量 這樣開始將一些不太重要的蛋白質 就消化了 就好像一間屋很冷 它又沒有地方沒有柴去燒 它就劈爛了那些木椅 就將它變成柴了 那些木椅都消化了 它就會劈爛那張桌 將它變成柴 之後呢 就劈爛那張床變成柴 慢慢慢慢 細胞裡面可以 可以用得到那些東西 都已經用完了 結果細胞就會死 這種的現象 叫做細胞自小 即是自己吃死自己 英文叫做autophagy 在這裡有一種天然的成分 叫做山竹素 山竹素就可以抑制這個酵素 叫做atp-citrid-liase 令細胞就逼不得已 就自己吃死自己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處理 譬如說膀胱癌 那這個山竹素從哪裡來的呢 是不是山竹的肉那裡來的呢 不是啊 是山竹的皮那裡來的 原來呢 山竹皮裡面呢 就有很多好處 就是其中一種呢 這個hca 叫做hydroxy citric acid 它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這樣的 它呢 就可以令到一個人呢 是不會肥起來的 因為呢 要肥呢 就要有三酸金油脂的肥膏 那三酸金油脂呢 就是一條金油 上面呢 就掛著三條脂肪酸 那這個脂肪酸呢 就是有一種東西叫做acetyl-coate 一個一個呢 就砌出一個脂肪酸出來 那如果我們能夠抑制到那個酵素 叫做atp-citrid-liase 那細胞就做不到這個脂肪酸 那做不到脂肪酸 也都做不到三酸金油脂 那人就不會肥了 所以呢 是下次吃山竹的時候呢 留起一些皮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幻想力呢 試下煮一些 好像蝦子 不是蝦子有皮 蝦子山竹皮 或者用一些老雞啊 乾杯啊 去泵一些鮮味進去 那這個也是可能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一個小菜 有一個保健食品呢 叫做綠茶素 這個是可以抗癌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保健食品 綠茶素呢 就不是綠茶磨了粉的綠茶素 綠茶素呢 綠茶素呢 是綠茶的一種成分叫做egcg 這個綠茶素為什麼可以防癌呢 就是原來呢 每一個細胞裡面呢 都有一個蛋白質呢 是不停地去監察著細胞的遺傳物質的 那如果遺傳物質呢 是有癌變呢 是有異變呢 那這個蛋白質叫做癌抑制蛋白呢 就會令到那些異變了的遺傳物質呢 就會裂成碎片 那細胞就會融化了 那我們叫一個現象呢 叫做細胞自滅自己 消滅自己 英文呢叫做apoptosis 這個是2002年的諾貝爾獎 得獎題目來的 那有人計算過呢 其實每一天呢 都有1後面11個0那麼多的細胞呢 是會自滅的 譬如說你吃了些肥洞叉燒 那些有治癌物質呢 那細胞就自滅了 那既然有一個這麼好的機制 就是癌抑制蛋白 那應該是沒有人會有癌症的 那為什麼還會有癌症呢 就是當這個癌抑制蛋白 是做不到出來的 那原來呢 就每一個細胞要做一個蛋白質 都是從一些遺傳物質那裡 拿一些訊息出來的 那一段的遺傳物質呢 就叫做基因 那在每一個基因前面 都有一個開關制的 叫做promoter 那如果這個開關制上面呢 有些叫做甲基的一些化學物品 黏住在那裡 那細胞就啟動不了這個基因 因此就做不到這個蛋白質 那如果這個蛋白質這麼巧 叫做癌抑制蛋白呢 那本來可以防癌的機制 就發揮不了作用 那綠茶素的最重要一個 一個保健作用呢 就是清走了那個開關制上面的甲基 那就可以啟動這個癌抑制的基因 就用回天然的方法呢 可以處死那些癌細胞 那有些人呢 就 會鼓勵一些人喝牛奶 在牛奶裡面呢 是吸收一些鈣質 那有些人呢 就說牛奶呢 就不是那麼好的一種食物來的 那到底 到底牛奶是不是真的不好呢 那牛奶呢 當然當然是沒有牛才會有 而且要沒有牛 即是分娩了 有小牛的時候 才會有牛奶 那在那個懷孕期間呢 那個乳房呢 其實已經開始做乳汁了 但是乳汁就不會分泌出來的 就因為那個胎盤那裡呢 有一種胎盤呢 就會分泌一種叫黃體酮 因為黃體酮就阻止乳腺分泌乳汁 但是當分泌了之後 那個胎盤離開了身體 黃體酮就少了很多 那就開始乳腺就可以分泌乳汁 但是在這個牧場 在懷孕期間 那些牧場的人呢 就覺得 為什麼不把那些乳汁泵出來呢 如果不是 即是叫做不要浪費了它 那就勾勵用一些機器 就泵那些乳汁 但是那時候泵出的乳汁呢 就含有黃體酮 那些黃體酮呢 就飲了之後呢 就可以會令到 有一個乳癌的風險 那當一個母牛呢 它分泌了 開始有乳汁 那六個月之後呢 那些乳汁就開始少了 那牧場呢 就要用一些方法 想吹谷那個乳房 可以做多些乳汁 那怎樣方法呢 就在那個暴雨類動物裡面 不是 在那個反催類動物裡面 那個方法呢 就是用生長荷爾蒙 叫做growth hormone 和那些母牛 就打針growth hormone 但是這個生長荷爾蒙呢 去到肝呢 肝細胞會將它變成一種叫做 叫做 酚胰島素生長因子 叫做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叫做igf 那igf呢 就跟著乳汁出來 喝了之後呢 也會刺激乳汁會增生 也會有乳癌的風險 還有第三個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那些公司的女同事呢 譬如說 她分辨之後 你會上班呢 她會帶一些機器回公司 就是 在休息室裡 把乳汁泵出來 帶回家給小寶寶飲 它泵出來之後 就會放在公司的冰箱那裡 那時候你會看到 那些人的乳汁會分為兩層 就是一個 重的那些是沉底 上面好像有些水一樣 但是你去買那些 超市的牛奶 無論你放多久 那些牛奶都不會分為兩層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寫著 那些牛奶叫做homogenized 即是說是打爛了 將那些牛奶 那些牛奶那些粒子 那些脂肪的粒子 是打碎了 打到那個 和水的比重 是完全一樣 所以它就不會從水分開 那如果是正常情況 那些牛奶那些 脂肪的粒子 這麼大呢 小寶寶就不容易吸收 但當你打碎了之後 就容易吸收 所以喝牛奶那些小寶寶 是容易會有肚腩 會有中央肥胖 就是因為那些牛奶 根本已經不是天然 因為是人工打碎了 那這個也是牛奶的不好的地方 如果是地板和水分開 就算鋒了 有持人的 水分開 走得活得 很緊張 走動 趁雷